反观民主党方面 2020初选蔡赖之争有新说法 台南市议员谢龙介上政论节目表示 赖清德在其新书发表会上 其实是想要对蔡英文表达的是 我手里有伤害你的东西 还有人说赖清德的政治生命应该是结束了 想请教一下杨教授您觉得呢 针对谢龙介他的这个说法 我认为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因为这个赖蔡之争 其实在两个礼拜以后 大概就已经大肆底定了 如果说赖清德他手上握有 某些这个蔡英文的黑资料 那他现在来公布 然后经过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这种发酵 恐怕效果也不会很显著 那么再一个呢 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的 这个两个人的差别性 那么品牌的认知性上 主要是一个是极毒 一个是缓毒 那么就是在一些意识形态上面的这种距离而已 所以既然两个人是在这个争取一些民进党的 一些基本盘的这种选票上 那其实赖清德也不必去揭发一些 蔡英文的这些黑资料 赖清德他讲这个话 只是要凸显说他是一个有君子风度 要跟这个蔡英文来一场君子之争 我想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这个用意在那边 那这一次的这个选战 如果说这个赖清德输掉了 那如果蔡英文果然在这个2020的选举里面能够脱颖而出 那赖清德的政治前途可能真的就就此结束 可是赖清德当初会出来挑战一个在位者的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 我想他不是没有经过盘算 那么第一个他的盘算一定是 我有机会在党内的初选赢你蔡英文 那以现在的态势 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民调的结果来看 那这个赖清德的确是有这个机会 来打败这个蔡英文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 因为蔡英文在党内的一些操作 使得赖清德没有办法这个在初选中 赢得这个提名的话 那以赖清德他分析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台湾民意的这个走向 蔡英文他纵算是代表民进党出来参选 那么明年的这个2020年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选举 蔡英文要赢的机会也不是很大 那如果说蔡英文在2020年没有 没有办法打败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 变成国民党执政 那赖清德因为这一次 曾经给民进党党员一个机会 是你们没有挑我 那么他在将来2024年 再代表民进党来批挂上阵的这种可能性 就很高了 那么甚至会高过现在的这个民进党的新的这个 政治明星像郑文燦这些人 所以我想赖清德他其实也是做过一些估算的 任党的这个面党